财经专家丁学文的专栏 今天要为大家导读的是 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故事 来分析伦敦的金融地位 究竟为何在十几年内大伪衰退 帮你读懂全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学文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最新一期经济学人的封面设计 这一次我要讲的是 英国版本的封面故事 大家如果看到这一期的封面设计 非常有意思 经济学人在上面放了一个 由高空坠地的一个火箭筒 而上面绘着的是一个英国的国徽 上面写的标题是 From Big Ben to a Wimper Big Ben其实非常有名 如果对金融市场比较了解的人都知道 在1986年柴契尔夫人执政的时期 曾经推动伦敦金融城的金融改革 包括去除了一些所谓资本市场的繁文乳结 包括欢迎外资 包括跟全世界资本对接 让整个伦敦金融中心 甚至有机会取代华尔街 不过这一次经济学人 泼了伦敦金融城一个冷水 事实上在文章一开始他提到 如果你现在到伦敦的街头 去问任何一个英国人 他怎么看伦敦金融城 他肯定会给你一个白眼 事实上在过去十年 伦敦金融城确实衰落的非常严重 事实上在15年前 2006年的时候 全世界IPO里面有十分之一 就是10.4% 基本上的IPO是在伦敦的 现在只有3.6% 即使在欧洲整个区域 它整个占IPO总市值的一个数量 也从36%掉到了22% 所以其实虽然它在大宗商品 延伸性商品 或者一些债券的交易 还是不错 但基本上在股票的交易 真是一年不如一年 所以经济选也对 所谓的伦敦提出了一些建议 包括你要尽快改革 所谓的繁文乳结 开放外国资本的进来 第二个接受所谓的 新兴的企业 尤其是科技企业的一个推广 因为华尔街S&P500 里面40%是来自科技企业 可是在伦敦只有50分之一 是来自科技新创企业 那更重要是呢 你要去改革老太龙中的 一些传统的在FTS1挂牌的企业 怎么吸引新兴的企业进来 包括吸引很好的员工 能够来英国工作 总而言之 我觉得对于英国金融中心的 一些建议 也蛮值得台湾能够认真去思考的 以上就是这一期 我要跟大家分享 有关经济学的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